给真男人的保养品 白天使用这个控油 未来男生也是 面膜的包装就是为男生的设计 大大方方 我就是要敷脸 大你脸的脸全部敷到一点都不粘 你一片就够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生田那呢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给真男人的 保养品 好因为非常多男生其实非常care 就是说 女生的保养品我不碰 我很man所以我不保养 这次look真的也没有枉费男人的心 一个是控 一个是润 润呢就是抗黑头 它的质地是黑色的 痘痘几乎是男生真的偏多 为什么因为容易脚脂堆积啊 油脂 然后呢可能毒涩 发炎之后呢就会变漏洞 其实我的鼻头 已经算是完完全全了 零瑕疵 深层的清洁啊 用对行业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通常 白天使用这个控油 然后呢晚上的部分呢 我就会用这个抗黑头 说了哦 它的味道真的很棒 每一个男生其实他都会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真的有一款是未来男生也是 洗完脸他的脸呢 感觉是那种微量 非常的舒服 你知道吗 假如你是很重视放松的人 你真的可以选择这种控油的 因为就算你的眼睛是偏干 你洗这种控油都还好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平衡油脂 靠到洗面 其实说真的 他可以适当待遇我们多余的油脂 以及身份经济 但是他喜欢他不让我们干涉 黑面 哇 还有一些面膜 控油的 滚润 那其实很多男生都一直在说 哎呀 面膜是女生做的事 他的包装 就是会有眼神的设计 大大方方 哎我就是要敷脸啊 包装达人 当然一定要好好的心神帮他提供一下咯 蓝药低 服贴 让我大饼脸的人 全部服到 也有茶素 精油的 萃取 假如你是懒惰男生的话 敷一片 真的就够了 明明还有一些精华液哦 轻轻的 花在脸上 去加强 一点都不明明 非常的清爽 我会觉得脸上有一层油油的东西 舒缓 保湿 净化 调整 控油音质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成分 酵素呢这个成分其实非常好 除了他可以当做我们身体的保健食品外 当然也可以当做是保养品成分之一 改善我们皮肤的膚质以及状态 所有的面膜 不管他还是湿的还是怎样 湿到手盆就把它拿掉 不好意思他不是清洁面膜 控油的面膜的时候呢 也有几乎两分 但是干的时候是怎样 他一直在抽你的皮肤量 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 假如说你今天的皮肤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出油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我刚刚说的润 像他这个图表 他就是保湿成分 很多男生都会问说到底多久要付清呢 我是建议大家 开架式好用的面膜 CP只有高 你可以添添付 它是不会造成任何人皮肤的负担 撕下面膜呢 你看皮肤蛮亮 黑归黑 但是皮肤会不会亮 细不细致 要有一些小皱纹OK 你要有一些男生的特征 可以 但是呢其实呢 有时候很按皮肤的状态 细致一点点 记住我跟你讲 老眼老得有够品味 对